一个月的泰迪,一次喂多少狗粮 其实喂多少狗粮没有一个定数 很多的一个狗粮的袋子后面都会有一个建议的一个课数 他们在建议课数下是仅供参考的 因为打个比方,任何一个体型相同的人 他们可能食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最后他们都会是一样的体重,一样的体格大小 所以在这点上,我们首先可以按照狗粮后面的一个建议 课数量,先去给它进行试维 那么试维两到三天以后,我们可以去触摸一下它的一个复古 如果复古是障缘长缘的,非常紧绷 这个时候语练是喂多了,我们一定要去浅一点量 这个时候如果发现一小狗经常是鸡肠碌碌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添加一点量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,它还是非常活泼的爱玩的 心思并不总是在寻找食物上 这样一个思维方法,非常的不错 小天市,其实喂多少狗粮没有定数 很多狗粮带在后面都会有建议克树 可以先按建议量喂养二到三天 然后去触摸它的腹部 如果发现障缘障缘非常紧绷 这就是喂多了,需要减少分量 如果经常鸡肠碌碌碌 需要加点量,很活泼可爱 注意力不在食物上 这就说明喂养分量不错